哈囉 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One Piece 寶丁啦 寫了寶娜的經驗話啦 因為昨天錄影片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邊應該是來不及了 然後後來試一下 我有一直瘋狂刷我們的挑戰對戰那邊緩解 但是呢 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喔 就是因為我們整隊的人阿 有些人基本上他們是不動的 然後也沒有去就是 產生更多的積分出來 也就會變成如果我們太多場都沒有這個 人把鑰匙弄到這個積分區的時候阿 那這邊會被官方鎖掉一段時間的積分累積的數量 所以後來哲平這邊阿 基本上 我跟那幾組的隊友阿 完完全全都沒有人想要拿鑰匙過去 然後我們就直接 輸得一塌糊塗 然後積分數的東西也消失了 然後他如果要解鎖的話 好像就是要必須一直玩一直玩 玩到就是很多場的積分數達標 才可以就是 才可以就是在解鎖 所以這次的話我只能說 我們應該是沒有辦法打我們的冠軍賽啦 昨天晚上基本上原本是要刷的 但是沒啦各位 所以這邊只能在冠軍賽的加油台幫大家加油了 那沒有關係好不好 那這次知道了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冠軍賽的話就會知道就是 我們一定要趕快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就趕快刷東西了 不然 不然真的確實會頂難的啦 不過也加上因為最近比較偏忙一點點 所以比較可惜啦 不然應該是開個直播幫大家弄一下應該是ok的 完了 失去鑰匙 我直接掛掉了欸 你看我們這邊基本上 你看其他人就好像也沒有要來拿鑰匙的意思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 基本上他們對面的就是開始一直瘋狂的在我們這邊 然後你好像沒有就是用到積分的話 好像會直接就是那個喔 我怎麼直接死掉啦 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這邊積分拿的少的話 基本上他好像就不會算你就是有真正在玩這個遊戲 因為他現在也是在防大家就是刷分這樣的概念 我只能說他們為了這次的冠軍賽是真的 拚了很多命… 拚了很多那個啊 拚了很多就是利器啊 各位 不是啦 我們這邊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人啦 有有有有 有一個妮卡 有了有了有了 在開始倒數了 加油啊 妮卡 拜託了 好不好 讓我們有點機會 不然我們真的分數要爆開了 然後因為我被鎖了之後 玩了幾場之後我就直接下線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現在這個分數是不是解禁的狀態喔 如果不是解禁的狀態的話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一下 究竟還要在玩個幾場才有這個解禁的這個機會 太殘兮兮了吧 哇 而且他們這些角色說真的 他們都可以直接把羅傑弄爛 不因為我們現在也是自己是一個80等的狀態啦 所以… 確實還是那個 好 我這邊來這邊幫忙一下了 女帝守衛 希望我們的妮卡可以去 好不好 可以去那個 可以拿鑰匙去那邊了 GOGOGO 交給你們了 就拿鑰匙的不是妮卡啊 笑死 搞搞搞 拜託了 這個防刷分機制確實也是挺大大的 有囉 有囉 加油啊 海洋隊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正守這個鑰匙 沒錯 不行不行 不行 不給我 停在這邊 這個模式其實我是蠻喜歡的 只是這一次真的 那個 哇 都因為這冠軍賽的關係 害我們就是必須要那個麻煩 欸 完了完了 欸 老哥們 喔 好險 好險欸 哇靠 13比14 各位 快點進去喔 老哥 快喔 快喔 完了 這是什麼 超猛局面啊 What you my god 暈一下 暈一下他們 好險好險 沒事應該是贏了 好 看一下喔 他如果這邊沒讓我刷積分 那我就真的沒轍了 而且現在已經是這個 已經是這個下午時間了各位 所以應該是來不及了喔 好 來了啦各位 他會不會解我禁呢 有沒有解禁 有沒有解禁 沒有 你看 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就是限制了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要打個幾場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哇 他這一次真的是 防到一個很機制啊 所以我只能說啊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冠軍賽環節啊 我們只能死一片啦各位 不是 我們時間死一片啦 我只能死一片啦 我只能仰望著大家啦各位 這個我沒有辦法啊 昨天 半夜在那邊刷分 結果半夜都碰到一大堆 碰到一大堆就是沒有在那個 沒有在認真打的 會直接爆開欸各位 那很安捏啦 對啊 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尷尬了各位 Oh my god 怎麼會這樣 好不好 這滿 滿慘的 滿慘的啦 但沒關係了 我只能說 我努力了 那我要趕快去刷另外一款遊戲了 另外一款遊戲也是 很需要去刷一下那個 藍色小精靈 這一週真的是忙到一個爆炸 不知道怎麼有多多遊戲的活動 都要那邊狂刷猛刷 好險我們現在就是 匈辱海豚的那個部分 都還可以有一些掃蕩 還沒有 就是那種比較大的 因為我現在的攻擊隊也還沒有組完 所以我就只能就是先 慢慢的 慢悠悠的來弄這樣子 來啦 各位 沒有問題 我拿到鑰匙了 欸 為什麼鑰匙掉啦 我不是已經順身了嗎 欸 這個鑰匙有時候真的是 我也看不懂為什麼欸 哇 玉田加油了 哇 玉田只要在這個點位裡面 應該就是不會死的啦 拿個鑰匙 拿個鑰匙 我掛了 這模式確實是頂難的耶 而且我覺得大家現在都在刷分數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就是努力讓那個 努力讓自己就是有更多的這個分數 所以就都沒辦法在那邊 亂搞 加油加油 有了有了 他們鑰匙回去了 嘿嘿 哎喲 我們這邊的這個隊友比較會喔 交給你了 好像是隱形黑啊 也是隱形黑的環節 快快快快快 瘋狂餅乾人吶 幹嘛啊 你沒有拿鑰匙 不要在那邊一直弄吶 天吶 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在那邊 當那個守門員吶 當初在玩這個 當抽到女帝的時候也是玩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女帝真的是強無敵啊 我只能這樣講 你想要拿鑰匙 那你就準備被我的這個 光線射擊射爛了 各位 可是 你們趕快幫我解禁啊 但是不幫我解禁我這邊真的是沒者欸 對啊 被懲罰了 各位 我們被大大大懲罰了 慘兮兮了 極技 極技 唉唷 沒有問題喔 只剩下兩兩兩兩 就是站在裡面兩秒了 但大家基本上現在好像 有這樣過去就好了 玉田 GOGOGO 拜託了 殺過去 有 210 結束 這模式是真的很那個啊 來了 可不可以給我解禁了 我這幾把都這麼努力 是不是 該給我點分數了吧 老哥 唉有了有有 有分數了各位 終於了 但是應該也是來不及了 各位 不是啦 上一次已經要100萬分了 然後現在要190幾萬 真機是沒者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接下來還想要參加這個 冠軍賽環節的話呢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啦 來啦各位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啦 啊 雖然我們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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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了 但是我們剛剛也被解禁了好不好 但是應該是來不及了 喔 所以這邊 我們還是要祝大家啦 有進去這個冠軍賽的朋友們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這個喔 祝福大家都可以在這個冠軍賽上面 打出一點好成績 那這邊會幫大家默默的加油的 好 走去 來吃喔 真的是太智障了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哲平還搞錯了 我以為是甚麼那個分數就可以那個了 結果居然不是 我們要被這個女精弄爛了各位 完了 被盯在這邊啦 我們現在是連任何動作都不能弄欸 花了花 直接被用到一個慵懶狀態 哇 那培羅娜也是頂神頂神的耶 好扯好扯喲 對阿 培羅娜也是頂神頂神的 完了 這把看起來 大勢不妙 我們好像沒有隊友要去拿鑰匙去衝的呀各位 有有有看到了 拜託你們去衝一下 我真的是現在沒轍齁 完了 妮卡 妮卡來了各位 好扯喔這妮卡 這妮卡發了風刺的阿 好扯喔這妮卡 甚麼鬼東西阿 發神經勒 但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要爬的話應該還是要用妮卡 妮卡好像還是比較偏舒服一點點 對啊 因為妮卡他可以就是各種就是反擊反擊然後待在裡面這樣 確實好像比較強一點的你看有沒有 對啊 好扯喔 好像是妮卡比較適合耶各位 那你們這個倒數挑戰的話你們會用哪一些角色來玩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 好像 頂不賴的喔 妮卡 好啦那這一次真的沒辦法了 因為被鎖了喔 還剛好就是讓大家看到這個解BAN的狀態阿 所以大家記得喔就是 好恐怖欸 這半夜如果你隊友不玩你也沒辦法欸 說真的 因為我一個人把就是甚麼 把鑰匙在裡面然後馬上被打死 我也是沒轍呀是不是 會被鎖喔會被鎖喔